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内加拳爱好者 在好奇 我练拳 我练内加拳要不要练力量 咱也算武术圈儿小五见识的人了 采访过很多知名的老师 例如中国式摔跤的王同庆老师 刘青海老师 MMA的姚洪刚老师 刘文波老师 太一拳的庞宫国老师 八极拳的胡玉涛老师 等等这些老师 关于练内加拳练武术 到底要不要练力量 这些高手们都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一个武林高手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女生 林小胖爱猫猫 你别跟我说你是练这拳那拳的 你信不信人家一只手 好奇你来就把你把你举到空中去 有的人会说练武是个技术狂 不需要力量也能打得过别人 那为什么你看眉威色 顾的保镖是这样的 嘴炮顾的保镖是这样的 泰森顾的保镖是这样的 他们可是公认能打公认武技术的呀 我跟大家说几个 我心目中认为高手的典范 希望也能够给大家提高一下认知和科普 第一呢就是这位83岁的老年人 跑400米能够跑进1分40秒去 这就证明了别人 这位老仙人的力量 腿部的力量 浑身的力量 包括心肺能力是非常强的 你不信你跑个400米试试去 一般人能在两分钟以内都算高手了 但大部分实际上我们30岁40岁的朋友 可能两分钟你都跑不下来 你跑个200你就放弃了 哎呀累死我了 大家都知道练内架拳能够养生 比如太极拳名家洪军生先生 从小的时候连跑步都跑不了 只能慢慢的走路 心脏有问题 到后来通过太极拳的锻炼成为一代高手 但是大家选择性的忽略了 他是通过刻苦训练 累得腿都抬不起来 提高了身体素质才成为高手的 这80多岁的大爷能够养生的 核心还是在于他的身体素质太强了 我们大部分30岁的人都做不到他这一点 第二位呢是咱们这个练太极的高手 心意太极的这个刘尼老师 古代说这个陈长兴拿着肝子能够扎透土匪 说陈发科能够举起200斤的人来 这我都没见过 但是这位太极拳老师 他是真正的 全国的应该是全国推手都有名次 而且求真务实的去传播太极 很多人看了这个视频就会说 他练的不是太极 一身拙劲一身将劲 你可算了吧 你这些说他将说他说他拙的 人家举的那是100斤的铁球 我跟你说他一手薅着你的脖子 就能把你举起来 你和人家谈什么技术谈什么技巧 本身内加权的训练 他就是在锻炼你身体各个部位的力量 无论是站桩还是打套路 你才会逐渐提高你的功力 往高手的方向努力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位老师 巴西柔术的切力泵石老师 我们先看一下他这个单腿的深蹲 还举着一个东西 他在这个过程中的平衡性 包括他在练习手臂 把我力量的时候 人家抓的那个哑铃是100多斤 手指上的力量 因为我们摔跤知道 你手上的手把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练柔术中的一些锁技 那是需要手臂的力量的 第三个就是最近比较火的 自由式摔跤的贴地飞行 大家会看到他的腿部力量非常的强大 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在这些在我的心目中 是真正的武林高手 大家现在知道我为什么 就喜欢和现代搏击的人接触 喜欢和摔跤的人接触 喜欢和一些专业一点的老师接触 不出意外的话 在这个视频底下 还会出现一堆人骂的 你还是水平不够高 你没有理解到传统武术的封锁 太极权论中讲老能欲重 就是一个老年人能够打过五六个小伙子 我敢打赌以上的 像这位83岁 跑400米能进30秒的这位老人 刘泥老师 单手能举起100斤来 切力泵的石老师 包括自由式摔跤的老师 以上的这些老师 哪一个年纪大了 到了60岁 都能打一堆小伙子 我们都以为老能欲重 是因为他老了变厉害了 那纯是胡扯 他年轻的时候就厉害着呢 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 练传武的这些人 最多的还在争论 练太极拳 练行义拳 练内加拳 要不要练力量 这还用争论吗 谢谢大家